大家好 我是苗小千 今天要為大家帶來的是 PRB 90分鐘內球賽 第十九站 地鐵 在有玻璃24小時 完整賽道 其實牛北原本是我們 最終戰的賽道嘛 結果沒想到居然抽到這個 提前來的一場 最終戰 的感覺 不過某種意義上其實也是沒錯 因為 這是DTM的最後一場了 如果你喜歡這部影片的話 別忘了幫我按讚、分享、訂閱喔 那我們就開始吧 現在是繼續視角 繼續進這場的崗位 整個禮拜都在 都在B型 這時候 應該一小時 等一下再不怕多少時間練車路 一行跑 彎彎就速度 非常快的速度 往前衝 不快是 直線加入賽的整整車手 一下就搶了第一名 也嚇出了一大堆 輪胎磨上的煙 彎彎跟季群碰不上了 兩台車都成功沒有失控 跟季群搶回了第一名 彎彎在這個關 自己失誤拍出去 可惜呀 後面的B&W 是 蜥龍蠻 走開的蜥龍蠻 我一樣開B&W 就快超級多 好準的聖秀準備進攻 如果我們在進 北環區域之前超車 就可以省下不少時間 北環區域要超車 比較困難 向前衝有 硬要用進路線 北城都接近了 北城都接近了 但是已經要進入最後一個關了 什么 居然在童话的情况下 神兽就放过了线老板 怎么可以这样的 怎么可以呢 精彩的画面呢 我让外城后的圣兽 并没有被摔开 还是跟着线老板 我们是在圣兽的战术吗 我们两个人一起吃草 圣兽有撞墙 谢老板没有 圣兽的前面 错面的回忆受损 我路似乎有一点点不太稳 谢老板的位置 看起来在瞬移都不是有谢老板 还有其他人 后面有发现车祸 或许等一下看看 干嘛 来追我啊 东都在哪里 他就在这里缺少犯当事物 因为他也在这里缺少许 每个人都在这里缺少许 整个冰赛的时候 已经是接近冬天的时候了 不对 应该说已经冬天了 所以我已经11月多了吧 現在根據我們使用現場的溫度 就是比賽單位的溫度 比較天氣 所以這時候的牛肥其實是非常冷的 他新生AC他只能降到10度 然後沒有辦法下雪 忘了我們開其他最後一站 最後一山PT2的牛肥 一定是牽涕非常的糟飽 吃雙手快要關不上 小板在這邊自己吃草 差一點翻不住還是失控大方 轉到後面 這盒 新老闆看起來可能下課了 那一下車輪不清嗎 在後面慢慢開就好 現在看的是從最後起跑了 開下來 整個禮拜都在閉血 一開始就非常快的速度往前衝 哇靠欸歪歪真的好快喔 一口氣超過了三台四台 上升到第六名 第五名 兩台車稍微碰撞 欸欸欸欸欸欸欸 哇 碰撞 一聲 稍微碰到後 打轉了 有人是上一場的冠軍了 所以從這後面起跑 他剛跟我也碰了兩下 我也是我輕百人壓路線 有人又超了一台上升到第五名 超超速度快到我都來不及說話了 馬上瞄準歪歪的內側 真的實在是太收頭了 我的畫面會lag也太恐怖了吧 對 我現場 因為電腦畫面的問題 所以 跑了一圈多就退賽了 我要在這裡 一個失誤 開出賽道 回來的時候撞到團員 不知道欸 沒有開直播lag一點點 開直播是完全沒有辦法跟上 看超多的 又回到了第10名的外者 重新追起 好不容易 好不容易 所以要把你不要跟那麼近啊 好 不對應該是好容易吧 太恐怖了 對團員來說 對團員來說 後來可能戰關就很少 在比較前面的比賽中 常常拿到很多發財 你上來的時候跟我講 我拉給你 這樣子的速度 團員沒有弱點 然後 接近了 第9的紅鵝 紅鵝開出去 快點 抓到機會馬上通過 抓到第7 幹嘛 來追我啊 來追我啊 空洞在哪裡 阿溫 阿溫都要起來 直接距離前面有車子自動 快點滑下去 快點滑下去 沒有再次重鵝 你想吃到啊 天啊 我緊張耶 在前面那個 我剛剛是輪胎溫都擠的 現在溫都擠 然後位置 因為不夠沙 因為不夠沙 前面的是我 在這裡沒有什麼修車更恐怖 真的沒有什麼沒修車更恐怖的 這一關 是 兇到怕 沒取牌啊 沒有吃到牆就好了 前面 前面 黃旗 應該是謝老闆那個車禍 我懷疑看到了 叫謝老闆已經解出 車禍離開現場 我應該是不會輕易讓他過的 對 前面居然想要在這裡 你插進那一間 往後面是得歪歪喔 還好我手會來 往距離不夠啊 他說剛剛跑開可能就被超車了 歪歪你到的時候跟我講一下 我讓你過 就是因為我不敢往外走 現在是距離還翻熱了 這樣在出彎的時候 非常 非常的活力 我佔的內線 這邊路又很窄 不要超過不順路 這麼簡單的 我佔的內線 因為佔的內線的關係 彎不過去吃道場 我突然沒有冒這個線 空間 這個開車究竟會在哪邊下手呢 有了 的確我也不敢下手 感到踢到了點速 就打到在這裡下手吧 準備下手了 可是空間不夠 他就吃著炒餐進去 跟我稍微砲了一下 自己除了赛道 插到墙壁 还好没有抽損 没抽屁嘛 有的是时间啊 才第一圈而已 我现在只有十而已啊 H-Ti啊 我第二圈的时候 我已经 我才49 床员抓到了第三名的 上胸 哎呦 还没到耶 我没有钓台鸭 这很容易锁死啊 这很容易锁死啊 这北怀那路呀 是很多的后果链线 哎呀 这有可能的失货 其实忘了还保存第二 就看到这么多失货之后 居然还在第二名 这边可能是完全贴着 内线盒 或许应该要学起来 第二圈也快要结束了 快了那一段连书完全就有些些 最后面了 身受单转比较慢 层面居然就这样子从那次过去了 一瞬间的事情 你又想拐我 我真的差点从往墙上去 还不可以啦 所以来到第二名的位置 最后一圈 有人在季循的前面 骑着这路车超过去了 没有人在纪循的前面 我突然被继续绝上 就后来圈的下锅路段 下锅连树外园 我觉得非常可怕的一段 所以它的距离已经很少了 其实没有搁到黑超车里面 如果它要保留很安全的话 可能也只有大直线 它继续突然急速跌进 躺下速度比想象的还要慢 结果 在鸡群顶到屁股 鸡群选择 停下来没有超车 最后一圈了 现在规则是没有这样规定的 按照我们的规则的话 不小心碰到失控的失控 跟智慧扣 不需要等 这坏的屁股后面有撤着 最后下锅 我觉得电脑打还多耶 所以继续还是 快七十秒 打位置这样 好在大事下 重新 下手一次 非常让无话可说 好多 现在速度差那么多 成员应该是有一些车子 最后一圈的冠冠军 好了 以上就是我们 PRB九速分钟 耐久赛的第十九站 如果喜欢的话 别忘了在下面帮我按个赞 分享出去 订阅并点开旁边的小铃铛 就比较不会错过新的影片喔 那FB粉丝团和LINE的官方账号也可以拒绝咯 谢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